我們好久沒有拍影片以及辦活動啦 這一次呢我們決定來做一個很特別的團購 就是這一隻Baby Banter Babby Banter它有什麼特色呢 那我來一一跟大家講解 首先它的滾珠軸層非常的順 那有玩刀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滾珠軸層在小刀上面 如果刀身重量太輕的話 它其實滑順度沒有這麼高 可是它真的做工蠻好的 接下來 央吉處理拇指柱 它是鈦的然後央吉處理藍色 然後我覺得它這塊藍色真的顏色做得非常的漂亮 可替換的背夾 它是深口袋背夾 所以如果你今天放在口袋裡的話 事實上只露出背夾的這一塊 刀身會完全擋住 可替換背夾的另外一邊的空的地方呢 它有一個廢龍螺絲 所以你這個螺絲掉了 你可以用這顆來替換 接下來就是我覺得它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線鎖的部分 那一般小刀子它其實鎖定不好解鎖 都會藏得比較深 可是它這邊不但挖得剛剛好 正面看來這邊的鎖定 事實上有被藏住蠻多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做解鎖 是很好解鎖的 它的表面處理呢 是噴砂加實洗 所以它在使用的時候的刮傷 是比較不容易看得出來的 那Baby Benter呢 它非常好開刀 不管是大拇指 食指 中指 都非常的順暢 然後這把刀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鋼材啦 以2000塊以內的鋼材來說 事實上選擇不多 但這把刀的鋼材它叫Nitro V 61 HRC 防鋼的能力非常好 重點是它的韌性 比大部分的碳鋼都還要來得好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你用這個鋼材去處理 大部分的所有小事 它幾乎都能做 以這麼小的刀子呢 事實上我手算蠻小的 所以我握它蠻剛好的 就剛好卡在最後這一點的這邊 好 那如果手大的人來握這把刀 我覺得肯定會多握一個指節出來 所以我們試試看 後面綁閃繩 是否會好握一點 好 因為我手比較小 所以我往後握一格 看看它的握感怎麼樣 然後呢 事實上是可以的 那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 因為它握柄原本就有一定的厚度了 所以我覺得手再大的握它 應該也是握得蠻牢固的 NICE 這次的團工呢 除了原廠 他們贊助我們的尾聲吊飾以外呢 還有再來就是這個 我們瑞克華自己做的新手入門圖鑑 那除了有刀型的介紹 還有一些折刀爆炸圖裡面的配件 叫什麼名字以外 那全部都是英番中 所以 你入門 不知道怎麼跟我們說你的刀子哪有問題 其實看這張圖鑑就可以大致上了解了 今天的影片呢 就告一段落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這一次的團購 畢竟呢 這一張板子是真的不好做 我也花了蠻多時間在做這個板子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可以點我們左上方訂閱 右上方的連結 以及我們下方的這次團購的網站資訊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捧場 謝謝大家 我們家的視頻